我是同性戀 然後我也是律師 排除同志伴侶結婚的自由和權利是違憲的 就是在最後結算押租金的時候 捏造了很多不實的一些支出修繕的費用 然後就是惡意的扣除我那些押租金 大概是新台幣可能是接近五六萬塊左右 他是欺負我是外國人 在世界上沒有人可以這樣子對待別的人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就是說應該要上法庭追討這個費用 房東是一個就是擁有好幾家公司的一個法國人 故意惡意的改聽期 然後讓我白跑一趟 再來就是他也捏造了很多不實的證據文件 那事實上我已經離開了當地也很難查證 後來才發現我簽的租賃契約裡面 也有很多條款根本是法律禁止的 我是用不流利的法語告訴法官他在說謊 他甚至不敢正視我 我相信他知道他在說謊 如果把那個打官司的時間拿去賺錢 應該賺的錢會是那五六萬的好幾倍 就算我的行動沒有辦法完全地扳倒他 阻止他的這些惡行 下一次他想欺負一個外國學生的時候 他就會想一想 我自己的成長過程很少居於這麼弱勢的地位 因為弱勢的位置很容易讓人產生無力感 改變不了那個不公不義 所以大家會選擇任命 大家會選擇屈服 可是是這種無力感最可怕 他會控制我們 最後使得我們連反抗都不反抗了 確有這個抗爭主體的其實就是同志啊 因為同志現在就是什麼都沒有 如果所有的同志認為當次等公民沒有關係 或者認為說反抗也沒有用 那我想所有的同志都會繼續是社會上的次等公民 我們今天所做的這些努力 他或許不會有立即的效果 我認為這些改變會是一點一滴的 但是也會是深刻的